我今天特别开心 正好是我出生日子 然后生日 还加上年份 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要台长给你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了 不是 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号码 哦这个号码就是你的出生年月的日子 对呀 怎么那么巧的 年份也一样 好你讲吧 我想问我 七七五年的 熟兔的健康 七五年熟兔子的 男的女的 男的 不好 他的健康很不好 首先他的肝 听得懂吗 说的对不对呀 不知道 肝不好 你告诉他 好不好 还有你告诉他 他的肾脏不好 他有一个右肾 现在右面那个腰子啊 整个血液 血脉不通 这个他 没结婚的时候就告诉我 那你现在知道台长讲的对不对呀 差不多对 我很好玩 我这是在台湾的时候 有一个人我跟他讲 讲的 哇 讲的讲的很对 他最后说 他最后他就说 嗯 你都答对了 他说我 哈哈哈哈哈哈 我说数学考试啊 还一百分呢 啊 差不多了 哦 那你还想问问什么东西呀 我想问他 什么时候 那个 呃 叫损伤的 可是叫他 已经成重东西 不要做了 看见了吗 不要做 很重的东西 虽然不要做 但是他还必须要做 听得懂吗 那我已经帮他改了 他比台长还厉害 他就能帮他改 你帮他改了 实际上就是你帮助他 换了一个工种 或者你帮他做掉很多事情 听得懂吗 你是一个很吃苦的人 实际上台长 你用不着讲 我就知道了 你跟他现在感情特别好 听得懂吗 你想 你想帮助他 好像不一定 因为是他 不一定要你 不是你不一定要他 听得懂了吗 撕啊撕啊撕啊 点头了 看见了 我告诉你 什么都看得见 啊 现在 我告诉你 我还想问他 东西 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 他有一天糖尿病 他会永远好吗 会永远好吗 糖尿病现在说好不了的 比对住好不了的 那以前 现在呢 不是说有一种新发明 等一下会不用吃 要不用打 就好了吗 对了 现在台长教你的念经 就好了 听得懂了吗 你教他念经 因为他过去吃海鲜太多 我现在看 我现在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帮他念吧 因为我现在看他吃了 这个整个身体上 有很多活的海鲜 他吃太多了 听得懂吗 你不要太常常吃了 你至少叫他 不要吃活的 冰冻的吃吃就算了 但是活的一吃 我告诉你 晚年死的时候 很痛苦的 这个我告诉你 明白了吗 千万不能吃活的海鲜 只能吃冰冻的 他已经借很多东西 不吃了 已经很辛苦的 那我告诉你 台长比你还辛苦 谢谢 因为我几十年 都不吃荤的 所以我很辛苦 那是福气啊 你要知道一个人 生癌症 你去问问看 生癌症的人 全是酸性体质的 而且你癌症扩散 都是酸性体质的 所以医生说 减性体质的人 就是说减性体质的人 不容易生癌症 那么减性 凡是吃荤的人 基本上都是酸性体质 你听得懂吗 我想问一下生意 他的生意 他的生意是吧 小生意 也不是什么大生意 能赚点钱 哎呀 他们花的 嗯 听得懂吗 那他怎么 有个战皇亲 什么 他欠别人亲 你现在最好好好念经 你问的这些问题 最好到法国去找一个 算命的人 帮你算一算 因为台长不是算命先生 台长这么大的神通 是为了救人 会命的 如果你说今天念经 我还帮你看看 你不念经 你不管是谁 我也会给你看 好好好 听得懂了吗 懂 懂 懂